好 来看到 那么在明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在立院程序文会呢 遭到党下行政长中泰二窍拜访了韩国瑜 要来这个讨论一下总预算问题 那么韩国瑜也表示会尽可能 并且搭起一个这个朝野的沟通 好 你可以看到呢 甚至还喝了一杯温暖的咖啡 那之后呢 现在呢 这个韩国瑜就邀请了蓝绿白党团三长 行政立法两院三长参序 希望能够沟通化解僵局 中泰在二窍说 在立院休息的时间 已经喝过了一杯很温暖的咖啡 跟韩国瑜对国家应该发展分享 基本上理念是相同的 他说韩国瑜的想法计划不一定落实 国家之前不再分朝销业大 人民最大为人民福国立民来努力 很乐意欢迎也期待 那么国民党团立院党案总召傅宽吉说 接到邀约了 要跟主任长邀约三党党编周五聚聚 原则上国民党会出席 我特别讲 这个港媒说韩国瑜太精准 确实是这样 你看他出手的时机是什么时候 他们一开始就出手 通常来讲的话 如果说立法院跟行政院 彼此要做一个协调来讲的话 应该是在立法院开议以前 行政院院长通常都会去拜法立法院院长 如果说是要协调要沟通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可以出手 但是我们那时候看到 韩国瑜那时候没有出手 一直等到立法院 被退回行政院的总预算案 然后双方来讲 该做的秀都做完了 然后完了以后 这个总预算案一定要过得来 一定要省得来 不然它对国家影响太大了 你如果大到 你不要讲说国家的各项建设好了 你小到每一个公务人员 他们的心想 对不对 军人的薪水 都要经过总预算案通过以后 你才能够发 所以我想说总预算案迟早是要省的 只是说你要怎么样省 所以我觉得这次来讲的话 韩国瑜选在这个时间点上面 当大家都该表达意见的都表达完了 都充分表达完了 然后国民党也说明理由 说我为什么要退你总预算 那是因为你删掉欺负原住民 删掉禁罚的禁令 然后对农业的补贴 你也没有编列预算 那国民党理由也讲完了 也认同全民也都知道 国民党这是为什么要退回总预算案 那民进党来讲的话 当然希望这时候能够 总预算案能够进入实质审查的程序 所以我觉得韩国瑜选在这个时候 出手是非常对的 因为这一定会审查 不可能不审查 然后这个时候对韩国瑜来讲 当然是大大的加分 那我想说就是邀请党团 招野党团三个党的党编 来一起会餐一起吃饭 做一个事先的沟通 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 可能就是说进入实质审查 但是真的是立法院的后面的大战 这时候可能才会才实质的开始 因为到各委员会以后的审查 那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热闹可以开 那时候才有可能实质上面表达意见 来可以做意见的处理 那时候才是真正的一个表决的大会 才可能才刚开始 是好那我们可以看到 除了在这个赖清德这个部分 因为总预算案被退回了 现在是这个在民进党说要这个动员之外 接下来看到最近赖清德在主持 全社会防卫任性委员会 官会的时候提出 对于未来要培训 40万人可是名利 那么现在的现役退役的替代 一销一锦 民间救贷团体等等 那么现在在这个部分 大家就要来关注了40万名 那么包含了公务员 现役退役的替代役等等 甚至不只引起了讨论 还有一些担忧 那么在今年12月 桌上兵推 明年3月要小规模 无剧本的演练 明年6月就要来衔接汉光演习了 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 40万名利是依据民防法来建制 由内政部训练运用 而另外呢 在这个资深媒体的赵耀康 就是战火无情 一旦若翻战事 不能够只靠黑熊学院 跟办家家酒一样 那么赖清德只想怎么打仗 靠百政事来讨好美国人吗 另外在本周刚闭幕的美台防务工业会议上 美国在台协会的华盛顿总部执行理事就表示 美方强烈的鼓励并且赞赏 赖清德当局在加强台湾自我防卫能力上面做的努力 那现在可以看到在这个会议当中 事实上还有蛮多是美国的军火商来参加的 另外也要看到在这个美国的前大使赛拉在国会就证实了 说台湾军队在密西根州国民兵权益作战中心受训 那么聚焦包含了陆海空太空还有网路等等的领域 请教赞仁廷将军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一个全社会的防卫任性 要培训那么多人 我认为有点点战略的导致 你是不是要先从主战部队着手 这个重要很多事情有轻重缓击 先后次第之所先后则进道矣 这很简单 那现在是不是先把这些主战部队的 国军的这些主战部队兵力先补齐 应该是这个样 那现在这些招生招募 尤其是士兵 士兵的边线比缺了四万多个士兵 你这样子根本是有关无兵 现在兵只有四万多 又缺四万多 兵有九万多的边制 目前只有四万 不到一半 你把兵补齐才对 我认为他是不是应该到大学高中 先去招生招募 把这些志愿意的先补齐 这些士兵缺那么多 现在国军没有战力 是有史以来战力最差的时候 就这个时候 因为你买那些武器 没有志愿意 没有兵 你根本的边线比不到50% 士官跟军官多 官多兵少 没有兵 有将无兵 你要赶快把这个组织 那么大的缺陷 那么大的这种结构性的问题 而且先解决才对 应该是往学校跑 让他们多多从军才对 搞这个全社会的防卫任性 那是赤字的 等而赤字 不要找简单的做 应该找重要的来做 那这样子 那现在我们可以看 第二个事情就是 这武器我们付了 205亿美元 缺了这6000多亿台币的武器 没有到位 现在不是台湾跟美国的关系 坚若磐石 那去把这些武器 我们已经付的款项的这些武器 赶快叫他优先补充到台湾这边来 这个应该要去做的 他应该是往国军看看 去检讨这些我们相关的 已经下单的这些武器 什么时候到位 要用什么的方法 跟美国的参议院怎么协调 跟美国的众议院怎么协商 赶快让这些已经付款项的这些 这些主战的这些装备 不管是F-16V买的66架 或者是这个MQ-9B的海上卫士 或者是这M1A2T的这个坦克 赶快到了 我们前早就付了 应该他去想办法 就赶快跟美国沟通协调 要去做这个事 这个比防卫任性还重要 这些都是主战部队 那为什么先弱盘石 结果目标这些军购的 这些项目都没有到位了 我认为问题很大 他为什么挑 不要去挑简单的单纯的 不是重点去做 要挑重要的去做 那这些都是不是 我刚才所讲到的 这些都是当务之急 另外一个 美国既然派我们这些人 相关去受训了 我认为是不是可以扩大 美国在日本在韩国 美国在印太地区 尤其在太平洋地区 琉球群岛附近 这些演习那么多 这些北方对抗 南方对抗演习 红麴军演 雷霆对抗 还有这个力剑演习 中国 中国的力 不是中国的力剑演习 是美国跟日本的力剑演习 这些演习的时候 为什么不邀请台湾 做个观察团 过去学习学习呢 从来没有 那他们没有邀请我们 我们要争取啊 就在我们台海周边 就在第一岛链附近 那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让我们来 学习去争取嘛 那不是说台湾有事 就是日本有事 美国也很关心 那其实有相关的演习 甚至我认为 就在台湾南边 隔了个巴士海峡的 菲律宾 他的这个肩并签 或者是雷霆对抗演习 是不是也邀请台湾派观察 观察团过去学习学习 我认为是不是这个样 那美国的这些军舰 美国的这些 军机通过台湾海峡 是不是跟台湾也在 这边这个海上救难 或者是无线电通年的演习呢 我认为这个都该做 政府为什么没有去争取 为什么只有看目仪目送 他们过去了 然后有没有做一个海上救援 或者是一个其他的方面的 这种低强度 我们不要讲高强度 低强度的演练 是不是要这样子来做 我认为这些都是很重要 就我们现在搞一个防卫任性 然后真正的主战部队 我们其而不管 现在的国军的招身 这些还有招募的条件 降到最低 男生的身高 已经降到152公分 女生的身高 已经降到150公分 都不能再降了 你降到那么低 降到已经楼地板了 还招不到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是不是给他们在那边加个心 加个想 待遇稍微提高一些 优惠的措施是不是不够 来多一点优惠的措施 改善军人的待遇 改善军人的生活条件 改善他们的管理的文化 让这些年轻人 加入军中才对 这些皇位的任性 他只是一些民防 只是一些后勤这一方面的 真正的是主战的部队 我们看那么多 从人员开始 人员的编装开始 到武器的采购 到训练 甚至到这个军演的观摩 都是要去做的 这些都很重要 但是看到政府好像在这方面 拿不出办法 好像不去管了 不闻不问了 最重要的不闻不问 我认为最重要的要去做 这个是战略核心 战略重心之所在 我认为要去做 因为政府要 不要去挑简单的 要挑困难的去做 而且挑台湾目前防卫作战 最需要的项目去做 赶快要一起 要去很扎实 今天他的武器装备到位 能够抵裂到那么久 从2022年抵裂到2023 现在已经2024 而且已经快到年底了 好像很多装备都没到位 是不是呢 一直一拖 一而拖再而拖 三拖 那到现在为止 已经变成三拖四拖 我都认为 是不是政府在这一方面 每次会讲大话 坚若磐石 这个有史以来最好的状态 就我一看这个清单 有史以来可能是最差 我认为有点麻 有点蒙蔽 那有点蒙蔽 有点避重就轻 有点 而且政治人物不要说谎 我认为说谎吹大牛不好 我认为应该真实的面对 有哪些问题摊出来 我们全台湾 两千三百万的这些同胞 好好来解决 共同来努力 都没有 都没有来沟通 然后就闭而不谈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ES 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 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 3C商品 各种包围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腻 我特别喜欢 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 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 KS Royal Care 烫光清爽高防晒凝露